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看着丈夫River 完全就是一脸迷昧的状态 在2017年9月30号 两人举办了婚礼到现在也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安穆贤不仅是一名记者 还是一位翻译专员 平常在新闻频道里头看到的安穆木都是非常欲解放 但是回到家中的安穆木就秒变小女人 下班后先回到家的安穆木会一直给老公River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回家 而且声音语调和采访新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2点时到达地下停车场后River还在车内听了15分钟音乐才回家 就算是妻子已经打电话催促了 还要在车内先听几遍今天做的音乐 连演播听的李章勋也调侃家里是不是有让人害怕的东西 看了这一点之后 小编就知道 在这段婚姻里面安穆木是属于下方 River到家之后 安穆木也一直跟着身后撒娇 回来差不多已经一个小时的安穆贤 为了等待丈夫 一直都没有卸妆和换衣服 不过River却不理不睬 还让他赶紧去换了衣服 收拾后的这对韩国明星夫妇 也是非常安静地继续工作 而这个时候已经凌晨夜中了 安穆木和River夫妇婚后一年半的生活 日常完全无沟通 老公回家后坐在沙发上面看手机和电视 而安穆木是一直想要和老公有沟通交流的 演播听的韩国明星也吐槽他们夫妇 是让人难以言说的三角关系 安穆木一直不停地回头 看待看电视的老公平常安穆木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状况 这次看了视频之后 才发现老公一直没在看自己 反而是自己一直在关注老公 平常River在家的时候 也不怎么和安穆木沟通 只会在有自己需求的时候 和妻子对话 而在整个视频过程中 使安穆木一直试图跟丈夫River搭话 却被忽略 而丈夫也完全没有感觉到 安穆木已经生气了 就这样 两人熬夜到了凌晨两点 看了韩宗同窗一梦 你是我的命运 李安穆木River这对韩国明星夫妇后 很多网友的表示 替安穆木觉得可惜 白瞎了这么漂亮的老婆 而且还是首尔大学的高材生 小编觉得 这可能就是闪婚带来的一定后果吧 而且明星可以看到女方的爱更多 这样不对等的婚姻也走不长远 看了这对韩国明星夫妇之后 也会知道 为什么韩国女性喜欢于小光和陈华这样的中国男人 这个丈夫太让人无语了 你们说是不是呢